消防隊員拿起電鋸 鋸開住家大門 警方進屋搜索 一名男子躲在房間裡 不敢出來 你怎麼出來 人先出來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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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時屋內 除了這名男子之外 還有另外一對情侶 但兩個人不知道什麼原因 在警銷聚門的時候 從三樓墜落 你聽到聲音 誰也不知道 社區精傳 有情侶墜樓 撒壞附近住戶 大家一輪紛紛 奇怪的是 明明是兩個人墜樓 但警方跑下來時 只看到34歲的 誠信女子倒在地上 男友則不見蹤影 研判他就是跟這個 女子產生感情糾紛 然後因此一起跳下去 因為在我們攻進去的時候 準備救援的時候 已經沒有看到 這一對男女 兩個人疑似 因為感情問題起爭執 但怎麼會雙雙墜樓 警方還得找到 失蹤的男子 理清案情 而誠信女子 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但四肢和臀部的疫情 推測是已經有兩到三天 是不是有遭到男友施暴 警方將進一步追查 記得王嘉倩 潘英文高雄報導